美国劳工部12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末的超级风暴桑迪虽然造成巨大破坏 但对就业却没有重大冲击 雇主在11月份出人意料地增加了14万6千份工作 大大超出经济学者的预测 美国的失业率从10月份的7.9%降低到7.7% 这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 有关官员说 失业率下降的大部分原因是更多的人停止找工作了 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 心灰意冷不再求职的劳动力 在统计上不被列为失业人员 美国经济一直在稳步但是缓慢地增长 很多雇主谨小甚微 不敢轻易地增聘员工